老美三亿美元的政治牌一招尽毁 拜登尴尬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码头散架 军舰搁浅 美军这次丢人现眼 暴露了真实战斗力 不得不说呀 美国这次真的是丢人现眼了 感觉全世界都在看老美的热闹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彰显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年三月份 拜登宣布要在加沙建立一个浮动码头 专门用来给加沙运速救援物资 一开始 美国给这个码头批的预算是1亿美元左右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最终报价来到了3.2亿美元 设算成人民币大概是23亿 这玩意儿在美军内部实际上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岸上联合后勤系统 为了建造这个系统 美军总共动用了11艘船只 其中从美军海运物流司令部和美国海事局调来了四头船 租用了一艘集装箱船 还出动了三艘通用登陆艇和三艘后勤支援舰艇 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型的模块化托船和小艇 这项工程总计参与人数恐怕超过1000美军 5月17日1000多名美军劳作两个月后 加沙的浮动码头终于搭建完毕 在五角大楼的预期中 这个浮动码头的工作效率应该是第一天大约运送90辆卡车的物资 到后面迅速增加到一天150辆卡车 结果在行动的第一周 这个浮动码头才运送了820吨原路物资 大约是71辆卡车的量 只有预期的十分之一 这还不算完 第二周 这个浮动码头出大事了 5月25号 地中海一阵风浪 美军在加沙建造的这个浮动码头直接散架了 三名美军受伤 不少构件被风浪冲走 漂流到了阿什杜德海岸 为了找回那些丢失的构件 美军派出两艘登陆艇 结果其中一艘登陆艇居然在以色列海岸搁浅了 害得美军和以色列国防军调来大量设备施救 周边居民也吻血而来 举着手机拍视频 看美军的热闹 码头散架 军舰搁浅 美国这次可不仅仅是丢面子 那么简单 首先 这是直接撕破了美国的面具 让老美价值3.2亿美元的这张政治牌一招禁毁 美国造浮动码头真的是为了救助加沙居民吗 错了 浮动码头只是美国的一张政治牌 它是美国的面子工程 目的是垄断对加沙的援助通道 好让乙军有理由实现对加沙的彻底封锁 但现在面子工程毁了 美国还有什么理由排斥其他援助通道的开放呢 另外 按照联合后勤系统本来应该是美军的常备科目 理论上应该熟练掌握 但现在美军连自己的常备科目都玩不好了 那么这支军队还有战斗力吗 对美国来说 这才是最致命的 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美军的真实战斗力 这次之后 恐怕会有更多国家不再畏惧美军 一些跟着东大搞事的疯狂想法也会更加坚定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